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步行 步伐等动作 这些所谓的基本功 练习起来非常耗体力 非常辛苦 常常会练到浑身颤抖 手脚发软 老师曾经教导我 做人要有意志力 学习任何学问都要能够坚持不退 所以即使练习武术的过程让我全身算痛 汗流浃背 疲劳不堪 我都能坚持下去 因为坚持了力量 我在武术学习上突飞猛进 出拳的速度加快了 力量也加大了 就是步伐也稳健了许多 感谢武术让我学会了坚持 我也因此在学业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以前我懒惰写功课 总是觉得老师给的功课 我永远也写不完事的 学会了坚持后 我现在知道做功课有仪器过程 改掉托你带水的坏习惯后 我就再也没有功课做不完的问题了 我以前看书 看两三页后 就没有耐心再看下去 可是现在我了解到 想要得到更多的知识和学问 唯有坚持才能办到 同样的 我在修行上也因为坚持受益不前 过去我禅修时 总是因为一点腿麻 脚酸 而身体动到膝外 不能坚持不动 可是现在已懂得用新的力量去自我控制 不随便摇动身体 从而能更专注的熟悉参观 凡是追求成功的人都必须要具备坚持的力量 宽图而废 梦想就成不了了 习武者要坚持 忍耐劳苦 作家要坚持理根无措 厨师要坚持每天精进练习厨艺 修道者要坚持在心地上下功夫 宽法则要坚持 信念 初心 不管在那个行业 坚持才是成功的唯一力量 跳跃 梦想就像了不你 跟我来 我来